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終於可以拍一集關於駕駛的Vlog 因為前陣子我考了筆試 我接下來都會安排自己考路試 但我的路試師傅就是我老公 他有駕駛30年經驗 希望我們待會不要吵架 因為多數伴侶教駕駛會吵架很多東西 希望不會 我希望多練習幾次 我們身處的位置就是我們家的停車場附近 我老公說 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有駕駛經驗 在澳洲 不是在香港 但因為事隔都有4年 因為我之後有回香港 香港太方便了 我都沒有特意開車 因為乘巴士、港鐵都很方便 因為美國沒有車 真的很難生活 加上我住郊區 所以我決定今天終於可以完成 拿錄卡之前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考車牌 為了要成功考車牌 我就決定跟老公學駕駛幾次 來到停車場才學了拍車、開車 因為你也知道香港跟美國是不同的 就是左右駕駛 我也要熟練一下 不過我覺得有點冒險 就是帶馬仔 但也沒有辦法 不然就沒有人照顧他了 事不宜遲 我們就正式開始 讓大家看看我開車的技術 希望不要殺賴 不要殺賴 哈哈 給大家看看這個環境 這個停車場非常優靜 絕對沒有什麼人 雖然也有車經過 那我就在這裡練習了 好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調教鏡子 因為我的身高實在太小 和我爸爸是不同的 所以一定要調教到後鏡 調教到側鏡 因為看的東西都不同 而且連腳都要調教 因為太矮了 我要調教前張 要不然呢 哈哈 原來在吊腳 變了 那 第一次駕駛Toyota 希望OK 因為之前我是駛Kia 和Ford 我相信也沒有什麼分別 只是技術上的問題 好了 我爸爸正在調教前面的鏡頭 兒子不要哭 行了 知道了 車不動 兒子就會哭 對了 就是這樣 好了 是 所以 到了 我 在這裡 我就找到 開燈 可以嗎 好 到 然後 有 有 有 在這裡 我們 有 好,我現在就拍車 因為太久沒有拍車,我現在先拍車 我拍個L字位 其實打哪邊都沒所謂 你想進哪裏? 進那裏 你現在是向前還是向後? 首先向後 現在是否向後? 你要向後 你還未進後 我知道,你問我 我當然還未進 那我現在向這邊 可以打這盆燈嗎? 不是 打這盆燈 當然 你現在有這盆燈燈 你不用 你回來看SIMEEL 這樣更危險 不知道現在是否可以繼續 你看到四方正 它給你用的 可以再後少少 再後少少 再後少少 再後? 你說紅色不好? 紅色不可以過這條線 沒有了,不能過了 那你自己出來看看 拍了你自己出來看看 自己 好,那我出來看看 嗯? 嗯? 哦,對 這盆燈燈 就是前面 會撞車 會撞到我那裏 但現在這裏還有空間 應該可以再後少少 對 不是啊 因為我們以前考試 我老公也是的 不可以看後到後鏡 只可以靠你看那些 SIDE MIRROR 但現在 那個是BAT UP CAMBERRA BAT UP CAMBERRA BAT UP CAMBERRA 是啊 我是BAT UP CAMBERRA 但現在就可以了 不知為何 我不知道 是否想更多人 容易考試 還是甚麼 所以現在就可以直接考試 所以非常之容易 如果真的這樣 好 好了 今天學車大約一小時 都是學回泊車 還有轉左轉右 因為最主要跟香港不同 就是左右的方便 還有我老公也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駕駛 他說我剛才拍車的時候 車子歪了一點點 他都說不可以 其實也有點像香港師傅的要求 是要直 然後那個 嚴格到 是車與車之間 那條線的距離 要多少cm 接著 打燈這些位置 之前香港師傅都有說 但是 說真的 你考完車牌 這些真的不會這麼講究 總之不要讓人家的車 自己拍到就可以了 但考車就是兩回事 好了 今天就學到這裡 我們第二天再跟大家分享 嗯 Hello 今天就到了第二天了 今天也是 我帶了和兒子和老公 其實是老公帶我出來的 我們就駕駛在走廊 就由家裡試駕駛 上次駕駛在停車場 就學試駕駛的 停車位 L字位 那樣的 今天呢 嘗試駕駛路面的情況 又是由我老公做我的師傅 我都希望快點熟習 因為我想快點考到車牌 了了一件心事 好了 事不宜遲 正式開始 好了 剛才我老公忘了幫我錄 所以就放了大腿 變成你只能看到我開回程 由Target這個商場回家的情況 就是這樣 因為我前面已經沒有攝影機 所以他靠這個攝影機 看看我開車 老公靠你的攝影技術 有空攝影機 我們就回去了 來賞其他攝影機 我會把那攝影機的到這邊 我可以在這邊 我可以載到達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不是的話 今個星期 看看他有沒有安排我去考試 然後就去考 我終於學完車了 這裏就是我考場的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停車場位 其實真的可以說很簡單 又可以說很難 其實都不是說很難的 他給你所有提示怎麼考 因為我就是上了一堂 接著補課 我老公剛才停在這裡 師傅就在這裡教我 不過現在師傅不知道去哪裏 我們就在這裡考試 Hello 大家好 又回來了 我終於成功了 考試 當然有些微細偉師傅 校官都有告訴我我錯了些什麼 但他都說是很 minor 將來你去開車的時候 要自己小心點 這間就是我考試的地方 叫做成功 我都問他可不可以給我拍片 他說可以啊 你幫我推介一下 我就順便幫他推介一下 如果你來到這個賓州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考試的話 他有兩個地點 一個在Channatown 一間就是東北區這裡 叫做成功駕駛學院 他就有中文語言和英文語言 但師傅都是說廣東話多的 我身後那個應該是個學生來的 前天師傅也是同一個人 我看到今天很多學生 十六歲全部剛剛新鮮駟義立畢業 然後爸爸媽媽就載他們來這裡考試 對 很多很多學生 無論是說廣東話還是普通話都是一樣的 今早有人都失敗了 我剛剛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不懂英文的人 就考試失敗了 就說他不明白師傅說什麼 總之我今天是很興奮的 因為我是在這裡考的 他說給我在這裡拍 那我就特意給大家看這個環境 就是這裡了 成功 好了 我們說到這裡了 下集再見 拜拜